independence 在讲这个字之前 音底要先跟各位同学介绍这个字相关的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英文念成depend 好那depend这个字 同学们看到depend这个字 其实就藏在independence里面的其中两个音节 depend这个字当作动词 它的中文我们翻成依赖 那同学们有没有看到depend这个字在前面加上in 其实in这个字首就是等于not的意思 所以原本independ它的意思就是没有依赖 那不依赖你的爸爸妈妈不依赖其他人 那是不是独立呢 好所以depend这个字 我们在前面加上in 后来在后面加ence 就变成它的名词就是独立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字的音节我们现在分一下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in念成in depend 后面dence 中音节落在第三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独立我们看例句 many british colonies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after world war two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many british are british这个字 中文我们就翻成英国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那colony这个字呢 那我们看一下colony 它的意思中文翻成殖民地 好那把复数特别注意到 要把y去掉 再加上ies 所以呢许多英国的殖民地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念成gain gain 这个gain的意思呢 指的是得到的意思 好它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他们的独立 也就是说他们独立了 在什么时候独立的呢 after world war two 就是在世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获得独立了 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some american teenagers want to move out and live by themselves so they can have more independence 好它说呢有一些american teenagers 然后这teenages指的就是青少年的意思 want to move out 好来 move out的片语 中文我们就翻成搬出去的意思 搬离开家 好为什么搬离开家呢 他们搬离开家之后怎么办呢 live by themselves by oneself 指的就是独自的意思 独立的意思 他们搬出去 而且自己独立过生活 live by themselves so 所以如此一来 they can have more independence 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 好那independence这个字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把ence 改成ent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这个字音节一样的 independent 中音节也是在第三个音节 念成independent 形容词独立的 我们看一句 Lucy found a job that summer since then she has been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from her parents 好Lucy这个女孩子呢 found a job found这个动词是find的过去式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 什么时候呢 去年的暑假 去年的夏天 Lucy找到了一份工作 since then 这是一个很棒的副词时间片语 从那之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she has been 有没有看到 这边呢 她用的是一个所谓的现在完成式 从去年夏天一直到现在 她都怎么样呢 都是独立 好那这边有一个片语呢 等一下indy再来介绍我们看到这个字 这个字念成financially financially这个字 它是一个副词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财经上的 或者是经济上的 英文念成financially 好所以呢 它成为了怎么样呢 在经济上的独立 从谁的那边独立呢 当然就是从她自己的父母亲身上独立的 所以呢 indy这边呢 要补充一个片语 好我们说呢 从什么什么人身上独立 所以就be independent 好特别要注意到 介细词要搭配from 从什么什么地方 从什么什么人的身上独立 搭配介细词from 那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independent这个字是个形容词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 通常我们会搭配一个be动词 好所以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念成independence 名词独立 形容词independent 独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